七十多歲的阿嬤 躺在病床上翻過身 她的臀部竟然有十公分入床 家屬指控阿嬤入住 台南仁德一間長照中心 原本狀況都很正常 但上個月阿嬤發燒送醫治療 到月後醫生發現 阿嬤的臀部有嚴重入床 醫生打開來看之後 打開尿部看之後 一個將近十幾公分的 很大的一個入床這樣子 而且他說那有機構 怎麼還可以固成這樣子 阿嬤傷口觸目驚心 甚至已經化膿 身上還有多處險急 家屬一頭霧水 因為機構說只是小傷口 沒想到卻如此嚴重 家屬還控訴阿嬤住院期間 機構不僅沒有探視 還轉介其他機構為由 讓他們簽下自願離院同意書 接下來完全沒有消息 來這裡的時候 他就有洗腎 中心他在做的過程中 他這個都有保持和家屬 做相關的聯繫 願意再和家屬 大家再坐下來談一談 面對家屬控訴 長照中心委託里長發言 事後都有保持跟家屬聯繫 提供營養品床墊積極協助 主動轉院 會再跟家屬釐清協調 社會局也啟動調查查核過程中發現機構有照顧人力不足情形 以熱力限期改善限制收容人數並向家屬提供必要協助 三類型王少宇成員台南報導 照顧